实际竞争策略长平之战下 上回说了赵夏成王不顾令向如和赵阔母亲的劝阻 非得要把赵阔派到前线接替连坡为主将 到了前260年农历7月了 赵阔代替连坡 率领20万赵军接管长平前线大少军队 住在长平的赵军共有40多万 声势非常浩大 赵阔到达前线后改变作战方针和军事部署 并撤换大批中下级军官 收缩兵力准备主动出击 企图一战歼灭秦军收复上党 赵王得知赵阔代替连坡担任主将之后呢 那开心的都不行了 那手都拍不到一块了 暗地里调吴安军白起为总指挥啊 改命王和担任副官了啊 同时令军中严守换帅的秘密 有所漏消息的格杀无论 这个白起呢 我们前面说了啊 一阙之战 白起作战的时候呢 第一呢 对这个情报呢 非常注意收集啊 第二个呢 白起 这个也是对地利啊 这个进行充分的考察和了解 所以呢 在一阙之战的时候才能是吧 以少升多12万打败24万 并斩二 斩24万人啊 那 这个 白起了解到赵国想要速战 就预判到赵阔要找秦军决战 就以丹水和西岸的长平为依托啊 沿丹水西岸天然高岗 筑起长达18里的防御营垒 以对于赵军主力的进攻啊 这个 赵阔 立功心切 一心要打败王和啊 速战速决嘛 指挥 主力 出击秦军啊 那秦军呢 就这样不久 就溃败逃跑啊 这个 这个 赵军一看 哇 秦军跑了 赶紧追 所以呢 把赵军呢 引用到预设的战场上啊 这个 赵阔 贪功心切 集中主力猛攻 秦军阵地啊 他已经觉得 秦军溃逃了 我猛追 追上了之后 我要猛攻啊 一鼓作气 要拿下秦军的阵地 那秦军的戏要演足的 和这个 赵军呢 激烈交锋啊 就是 顽强的抵抗 所以呢 双方呢 伤亡惨重啊 那赵阔呢 就没想到 这个 是这个 这个 这个当时没想明白 是 秦军的一个 一个右敌深入的一个计策啊 所以呢 没有明白 这秦军演的戏太真了 那赵国军的一时无法突破 同时呢 白起命令一支 两万五前的部队 突袭到赵军主力 部队的后方啊 趁着赵国主力和秦军 在这个前头 激烈的交锋的时候 这个同时牵制赵国主力 不要回撤啊 白起呢 从后头进行偷袭了 截断赵军的后路 又命一支五千人的骑兵部队 穿插赵军 营类之间 将赵国主力 分割成两支孤立的部队 同时切断赵军的两道啊 这个 白起呢 又派出轻装的精兵 向赵军发起多次攻击啊 赵军数战不力 赵国发现 已经中计啊 被包围啊 晚了啊 晚了 他把你吸引住 你还在这 是吧 憨战呢 是吧 还以为这个 自己 一股作戏可以拿下秦军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被 白起给包围了 所以呢 被迫下令全金 停止进攻 就地建造营类 转为防御 择击突围 秦军形成 秦军形成包围圈 赵军被围的消息 报到邯郸啊 赵军王呢 又想合纵抗秦啊 遣使者 这个 求救于 楚国 魏国啊 但是之前呢 这个 赵国的外交太失败了 楚国和魏国 被秦国迷惑了啊 没有听这个 听信赵国的使者啊 也没有派人来啊 这个秦赵王呢 知道赵军主力 被包围 两道一决啊 亲自赶到河内军啊 这个河内军 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儿啊 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河西 河东 这是河内军 河内军 离这个长平最近啊 赐所有的 军民决一级啊 命令军内 15岁以上的南丁 全部出征 支援长平前线啊 以断绝赵国的旧兵啊 就是 你要把这个 赵国的旧兵都拦住 全部都拦下 不惜一切代价 把赵国的旧兵都拦下啊 就要把这个长平 这个赵军 围成铁桶一样 插翅南飞啊 到了前260年 农历九月了啊 赵军主力 已经断粮46天了 这个赵军的马 都给杀光了 吃了 那也没用啊 结果很多士兵饿死 然后突围不成 被射死 然后有的士兵呢 开始互相残杀 残杀威尸 赵队呢 把军队分成四队 强行突围 几次啊 始终未能冲出重围啊 白起 一生作战 没有输过 没有输过 而且白起 作战 这个 这么重视地利 是吧 他为什么白起 善于打野战呢 打野战 这个 这个白起就第一个呢 这个 情报 第二个呢 善于 在野外 逐渐迎来 就是防守 防守的同时 进行突击 突袭 白起精心准备的 营来 不可能让赵阔给突围啊 赵阔呢 清帅 精锐部队 强行突围 结果失败啊 被秦军乱箭射死啊 乱箭射死 赵国军队 因五主将指挥了 且伤亡惨重 无力再战 现在士兵 向秦将 白起投降啊 白起呢 说 赵国士兵 反复无常 如果不全部杀掉他们 恐怕再生事端啊 于是白起命令 秦国军队 将赵国 降军 全部活埋啊 只留下年纪尚小的 二百四十名士兵 返回赵国 报信啊 所以呢 白起就是 太残忍了 白起太残忍了 这个 所以呢 这也是符合白起作战的 这个方针 白起作战 一般都是以歼灭敌人 有生力量 为主啊 为主 但是呢 这个历史 也是重演的啊 秦军呢 就坑杀了 这个二十多万 赵军啊 到了这个 秦二世 三年的时候 这个张寒率领 秦军投降 这个 项羽啊 项羽说的话 跟白起差不多啊 也把秦军二十多万 也给坑杀了啊 坑杀了 所以呢 长军之战 秦国军队 前后斩杀 赵国士兵 及上党 民众 总共 四十五万吧 约四十五万 约五十万人吧 赵国 举国悲痛啊 举国悲痛 有儿子 哭父亲的 有父亲 哭儿子的 有哭兄弟的 是吧 这个 有这个 媳妇哭 丈夫的啊 所以呢 赵国呢 现在 这个 震惊 恐惧和悲痛之中啊 长军之战 以秦国获胜而高中啊 赵国从此一阵不绝 这个 几十万人 这个 轻壮劳力 这个 被消灭了 那肯定赵国 从经济 到军事上 肯定就不行了 到了赵王四十八年 秦安二百五十九年 一月 这秦始皇出生了啊 到了十月 秦军平定了上党啊 我们看这个地图啊 这上党以前 那是这块是绿的啊 后来这个 韩国的 后来变成这个 这个赵国的了 现在变成秦国的了 秦国的了 白起 秦帅 大军 准备攻打 赵国首都 邯郸啊 想一举灭亡赵国 赵国十分害怕 就派苏代 到秦国 先让丰厚的礼物 劝说 呈向硬猴 吴王军 白起 要是攻占赵国 功劳 恐怕是第一了 你的地位 永远只能 屈尊在白起之下了啊 所以赵国 现在才想起了 用离间计啊 离间计啊 这个我们说了 离间计 从内部分裂敌人啊 从内部分裂敌人 这已经开始了啊 首先这个范居 给这个赵国 用了一下啊 这赵国呢 又给秦国用了一下 也管用了啊 听了苏代这番话 硬猴便向 秦王禁言道 秦国士兵太劳累了 请 请允许 韩国 赵国 割地讲和 让士兵们 修正一下 秦王听从了 硬猴的意见 割取了 韩国和赵国的 六座成义 奖和下令罢兵啊 白起得知此时候 与范居产生了矛盾啊 这个我们前面 为什么讲 攘侯 这个魏冉 因为是魏冉 这个发掘的 白起啊 所以支持白起 那 这个范居呢 把这个魏冉 给听掉了之后呢 其实 这 这已经和这个 白起就不对付了啊 因为这个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 这大好的机会 可以 本来可以拿下 这个赵国 这个因为硬猴 所以白起呢 和范居产生矛盾 这里我们 我们得说 这个第一个 这个秦国 吃了李建基了啊 这个将帅 不和了 这个第二个呢 秦王也犯了 也犯了 就刚才这个 赵亚成王前面说的啊 这个 这个 听讯意见 不分内外 监听责民啊 没有监听责民啊 白起 在秦国啊 可以说是 历次作战 都打了胜仗 都打了胜仗啊 那你出兵 或者撤兵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和白起 商量呢 为什么只听信了 这个应喉 犯局的 一面之词 就决定撤兵了呢 是吧 你自己错失了这个机会啊 错失了这个机会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啊 没有 对形势是在不听变化之中 对形势要有清醒的事 当时赵国举国悲痛啊 在震惊和恐惧之中啊 当时 趁着趁乱一鼓作气 其实是有很大机会 可以把赵国寒淡攻下的啊 那这个要把握时机 时机一师不一德 要利用时机并强理的执行啊 所以呢 赵王没有执行啊 到了赵王49年前258年 正月白起生病 派王陵进攻寒淡啊 战时不利 武安军病好了 齐王打算派武安军代替王陵 统帅部队 武安军说 长平之战 之后 秦国为一鼓作气 趁势灭兆 使得赵国又得到了 喘息的时间 增强了抗秦力量 邯郸不易攻下 秦军千里去进攻啊 赵军在城里应战 诸侯军在城外应战 离营外合 内外夹击啊 等于这个 赵军和诸侯军 离外应和 另外还称 计较之事 你很难打 非常难打 这秦军战败 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仗不能打 秦王呢 亲自下令啊 武安军不肯赴任 于是呢 又派应侯去请他 那武安军呢 更不可能去了 始终推辞不肯赴任 从此称兵不起啊 到了昭王五十年 秦二百五十七年啊 秦王 只好改派 王和 代替王陵 统帅部队 八月九月 围攻邯郸啊 我们看下地图啊 这个围邯郸啊 没能攻下 楚国派 春深军 同魏公子 姓林军 率领数十万士兵 攻击秦军啊 秦军伤枉 很多 招王要武安军出战啊 武安军就称病严重 应侯又请他 这个仍是辞不服任呢 于是就免去武安军官军 降为士兵啊 让他离开咸阳 钦到阴密去 但武安军有病 未能成行 过了三个月 秦军被彻底击败啊 所以呢 秦王就派人驱逐白旗啊 这个 武安军已经上路 走出咸阳西门十里路了 到了渡游 应侯说 令白旗 遣除 咸阳他不服气 有怨言啊 秦王就派遣使者 赐给他一把剑 令他自杀啊 我们就说的简要啊 武安军其实还说了些话 我们就不说了 武安军拿着剑 随即自杀了啊 随即自杀 武安军呢 死在是秦昭王五十年 秦二百五十七年 十一月啊 所以昭王呢 又犯一个错误啊 又犯一个错误啊 不让愤怒冲昏头脑啊 对于武安军白旗来说 他的功劳远远大于 他的这个错误啊 他第一作战没有失败啊 他只是不想去打一个 失败的战争 而且武安军是对的 你不去打 你不要白白消费国力和 这个让秦军去送死啊 是吧 你没有坚定则明 另外你还让愤怒冲昏了头脑啊 我们说这个战国四名将啊 武安军白旗排第一啊 所以都说千军亦德 一将难求啊 但是万军亦德 这个一将也难求啊 战国就是七雄打了这么多年 是吧 从春秋到战国打了几百年 像白旗这样的将军 也只有一个啊 所以白旗呢是秦国人啊 秦国金 所以武安军死而无罪 秦国人都同情他 所以无论丞相都祭祀他 都同情他 祭祀他 但是呢 这个六国诸侯听到白旗死了 都如释重负 啊 白旗终于死了 哎呀 太可怕了 是吧 一说秦国要打来了 一听 哇 就已经头疼的不行了 瞎子半死 再说 哇 秦国打过来 白旗 是吧 率领的秦军 哇 魂都没了 到了张王 52年 前255年了啊 这已经是战国末期了啊 有一天张王上朝时 不断叹息 以后走上前去说 我听说 人主忧虑 是陈下的耻辱 人主受辱 是陈下的死罪 哎呀 这个马屁精啊 拍得多好啊 真是有张好嘴啊 大王如此忧虑 我请求治我的罪 赵王说 我听说 除了铁剑锋利 而歌舞演技拙略啊 国家的铁剑锋利 那么士兵就勇敢 他的歌舞演技拙略 那么国军必定深谋远律啊 国军深谋远律 士兵勇敢 我恐怕 楚国会对秦国不利 不早做准备 就不能够应付突然的变化啊 这个 之前这个秦国 也是猛攻楚国啊 然后也是白起去打的 咽死了很多人啊 咽死很多人 然后那赵王呢 又扣罗了这个楚怀王 假装 这个和谈或者聊天 把楚怀王架过去了 就扣在秦国 要割地 这个楚国不干 是吧 这就不放 最后楚怀王死在了秦国 楚国人的同情 怀念怀王啊 所以都非常恨秦国 如今 王军已经死去 国内没有能争善战的将军 而国外敌对国家很多呀 我因此忧虑啊 这个赵王 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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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这个将军是多么难得啊 一后听了 感到恐惧啊 后来就辞去了丞相之位啊 英侯呢 最后还是得了一个善终啊 这个善终啊 那我们这个 长平之战呢 应该就是说这个战国的一个转折点啊 长平之战之后呢 战国就很快到了末期了 就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了 那 其他几个国家其实已经不行了 秦国已经太强大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 赵王啊 赵王时代啊 赵王是前306年继位 251年去世的 前251年去世的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啊 看下地图 这个 赵王时代 秦国领土的变化啊 我们用的这个地图呢 前后呢 会差几年 这个 但是呢 影响不大 可以看看啊 这个 这个311年是这个 慧王死的时候 呃 秦慧文王 这个秦国的这个国土面积 到了这个始皇继位的时候 前246年了 这个 秦国的国土面积啊 因为从赵王 其实没没没几年 就 大约五六年吧 就到了始皇继位 所以我们看看啊 这个国土增加了很多 很多 我们可以 第一个看这个面积增加很多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 这个 赵王时代记录的斩敌 大概120多万啊 120多万 所以赵王呢 这个 就奠定了 秦 秦始皇 统一中国了 好 我们长平之战 讲完了 我们长平之后 我们长平之后 这些 我们长平之后